一箱箱口罩外头贴着中华民国国旗 这是我国外交部捐赠十万片医疗口罩 给叙利亚非政府组织 协助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医护人员和难民 对抗武汉肺炎 捐赠仪式以视讯方式进行 除了十万片口罩 驻土耳其代表处也和当地台湾商会 和台湾同乡会合作 出资采购医疗手套七千多双 防护面罩两千多个 部分物资还捐赠给比林叙利亚的两大南部城市 卡利斯市和雷伊汉勒市 当地总共接纳二十多万难民 insanlığı büyük ülkeye yani Tayvan'a buradan kucak dolusu selamlarımızı 民 netlerimizi şükranlarımızı sunuyorum 顺便要求 钱量 顺便要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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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土耳其代表鄭泰祥出席捐贈仪式 强调防疫无国界 也期盼各界了解台湾当前处境 我们也要借这个机会 让土耳其全国各界都了解 台湾被排除于WHO之外的 这个不公平的一个待遇 那我们认为全世界要关注 高度关注这个某个国家 因为疫情不透明造成疫情的泛滥 那这个疫情过以后 我们认为全世界应该来追究这个责任 武汉肺炎台湾抗疫有成 口罩不仅能自己自足更捐给其他国家 从4月起投入三波国际人道救援行动 捐赠2300多万片口罩 受到国际肯定